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原本怎么样了 西翼先生把他救回来了 我就知道他有办法 他们会把原真怎么样 惠莲 时间紧 我说重要的 怎么了 你还记得 齐主任说的话吗 他跟我说 找强子的丈夫 有他要的止疼药 对了 你后来看到强子了吗 他现在还藏在钟楼里 你怎么又把它藏在钟楼里 张东阳知道那个地方 正因为他知道 那里才会更安全 这样 你现在马上去找强子 现在 对 这很重要 很可能跟我们说的秘密有关 你是说青霉素 原本 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是指秘密地道 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被张东阳发现了 又是张东阳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 原本 你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日本人不抓我 因为他们需要你 来救齐小云 一旦齐小云死了 你对他们也就没什么用了 到那时 你的自由也就没有了 好了 我去找强子 谁 强子 是我 小云 你拿螺丝刀干什么 反正都出不去了 杀死一个替我丈夫捞本 杀死两个还赚一个 你还嫌到的不够吗 不杀死木金 我丈夫是不会安心的 哎呦 我们又见了 别动 我这可是上个堂的 你想干什么张东阳 把刀扔了 快点把刀扔了 强子 快扔了 最后一次 把刀扔了 给我捏 捏 兄弟的病已经找到医生 渴望亲戚痊愈 干嘛 喜子 喜子 喜子打人家了 胡姐怎么了 这个方院长 让他帮日本人联系购买青梅素 他还当了真的 怎么已经买到了 估计快了 红姐 他们真要是从重庆那边得到青梅素 那我们在日本人面前就没用了 不 他们要真从重庆得到了 更不敢动你红结我了 快 叫孩子们把东西全给我运回来 不存了 不存了 快点 扔不扔 张东阳 又来一送死呢 除非你把我们三个人都杀了 你以为我不敢啊 张东阳 难道你就不怕 袁真找你算账吗 好啊 我今天就看在陈大小姐的面子上 暂时饶了你 我有话对你说 走 咱们外面出去 等等 张东阳 你对我表妹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找你算账 不要听个胡说八道 袁板 你告诉我 他对袁真做了什么 这个事情很复杂 我知道的也不多 我保证 一旦弄清楚了 就会告诉你 对了 强子 齐主任 有没有留给你什么东西 留的东西我用了 用了 什么东西你用了 手榴弹 这么说 炸木镜那颗手榴弹 是你扔的 那该死的另一头猪 替那一头猪死了 可是 这个手榴弹 跟你的丈夫有什么关系呢 他把手榴弹 放在我更衣室的柜子里 在那儿 放了这个 黄医生 陈医生呢 我也没看见呢 沐京大佐醒了 快 跟我去找陈医生 黄医生 我欠你的 我知道该怎么划 你用发现别的东西 我没注意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枪子 你不能待在这儿了 我带你去日本人的停尸房 那里没有人过问 走 我带你去日本人的停尸房 我带你去日本人的停尸房 那里没有人过问 我带你去日本人的停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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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满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东西啊? 你不要把我当傻瓜啊 你傻吗? 你不拿出来也可以 我也可以不向日本人告发 你想怎么样?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能服从我 我也可以为你开头 无耻 你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你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真拿你没办法呢? 你想干什么? 把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 干什么 你可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 我不欠你任何人情 拿出来 我刀来 我需要 你这可不 stomach 我还在 void 我需要 我需要 都搞清楚了吗 是的 是陈慧霖医生 和同西一敏兰副院长 一起策划实施了 昨晚的营救行动 就凭他们两个人 能杀暗部 炸地下室 摧毁食堂仓库 还企图从秘密通道 潜逃 还能刺杀 像赵苏明那样的军徒 特工 他们可能得到了 共产党的帮助 这还有点像个 大左的思维 将军阁下 请找一个 比我更有能力的人 完成青梅计划 你把他杀了 我只是给他打了一针麻醉针 走吧 好 对了 你怎么会跟到这儿来的 我来医院 全都是为了你 惠霖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帮齐主任一个忙 帮齐主任一个忙 这是什么 青梅计划 由于你的无能 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 是 昨天晚上的事情 大大败坏了皇军的升威 是 同时 也暴露了各方面的力量 你对张东阳这个人怎么看 张东阳 是效忠黄金的 废 昨天晚上真正的幕后之一 就是张东阳 而他的背后 是段九红 段九红啊 那就逮捕段九红 杀了张东阳 这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看看吗 你呀 太忙了 我是野战军之人 穆金军 我现在 可以把实情告诉你 青梅计划 其实是两个部分 两部分 一部分是在你这里 而另一部分 在重庆 重庆 你还是自己保存吧 对你 我没有秘密 既然是秘密 我想齐主任 并不希望其他人知道 当你在齐小云那儿搞青梅塑的同时 我们在重庆 也希望能够购买到青梅塑 帝国 头号的特工 九英长众 正在重庆秘密的战斗 九英长众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在重庆 我们还要依靠段九红的关系 那情况怎么样 很庆幸 他们已经联系到了宋子文身旁的财长助力 怎么说 他们就要成功了 大佐 知道为什么到现在 我也不让你去抓陈慧林 和西医民狼 还有那些共产党吗 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重庆如果能买到 青梅计划成功 如果失败 齐小云 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可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难对了 昨天晚上的营救失败 会让她更加坚定 打死都不屈服的决心 这真是个少见的女人 所以我们在她身上制定的计划 还要继续 靠陈慧林 昨天晚上虽然我们丢了脸 但也让我觉得放心 放心 昨天晚上的事情 您放心 共产党和军统 在中山医院 和上海的实力 也不过如此 这样在我们 一如既往的策略下 齐小云 就非得把这个秘密 转移到陈慧林身上不可 那这跟蜥蜓敏郎有什么关系 这下可给你添了大麻烦了 只要你安全 我什么都不在乎 谢谢你 我们原来一直怀疑 这个秘密只有齐小云知道 而袁珍作为实验室的合成员 他要比实验室里其他的实验员 能够更近距离的参加实验 难道他就不知情 可这个女人 歇斯底里的病症 比齐小云死不开口 还要难对付 而他的崩溃 差一点 就要了他的小命 所以将军要吸引敏郎 给他看病 可还有一件事 我搞不清楚 你说 是谁 要杀起小云呢 还能有谁 当然是军徒 将军真是高明 将军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小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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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袁珍怎么样了 她情况非常不好 全要靠你了 惠琳呢 我有个情况要对你说 什么 自从你跟我说了袁珍的情况之后 我找了一些关系 我去查了查你姨父母的走私药案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军方和政府并没有查抄 慈云药房的任何记录 那 那是谁干的 我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查到了 他跟这个案子有关联 张东阳 对 我初步分析 使张东阳和彩云帮主段九红 秘密勾结 陷害你的姨父母 侵吞起整个家产 等等 你说段九红 段九红还帮过我一个大忙呢 帮你什么忙 他多花了几倍的价格 买走了我们家的小院 你卖你家小院干什么 因为我需要钱 去赎回袁珍家的庄园 怪不得 怪不得张东阳 会送我这么大一个人情 送你个人情 我把我们家的小院 卖给段九红 用段九红支付给我的黄金 通过张东阳和日本人的关系 赎回了我姨父姨母家的庄园 依我看 所有的财产 本来就在张东阳和段九红的手上 怪不得 段九红会这么爽快 答应我开出的价格 我还以为 他是念在我救他一命的面子上呢 要知道 袁珍家的庄园是很值钱的 张东阳和段九红 怎么会这么便宜我呢 我想这样的庄园 他们谁也不敢要 因为太鲜艳了 而张东阳对你并没有死心 这样做 还可以让他们置身事外 不行 我要亲自问他 惠霖 没有时间了 等以后再说吧 快走 对了 夕颜 我表妹就拜托给你了 我会尽力的 可能我们以后 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 你别这么说 快走吧 快走 知道赵苏明是怎么死的了吗 杀我的心手 那个时候 他还被关在地下室里 问题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为什么要杀陈惠霖呢 为什么 军统已经知道了 我们想通过陈惠霖的手 来套取齐小云秘密的意图 将军统的意思 我看到了 心想通过陈惠霖的书 那儿他们就会不会尽力的 都会不会尽力的 所以说 觉得 是 按照您的指示 我们很自然地给他介绍了 财长助理 对于这一点 他好像并没有产生什么怀疑 对付这样的老手 我们是要付出许本的 是 请出座视线 我呢 已经和宋子文先生取得了联系 必要的时候 可以对九阴长中提供部分配方 要是这样的话 九阴长中就不得不如我了 所以你必须尽快切断他们在上海希望 是 还有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是不是 游脸又失败了 是 不过 这次的情况 跟以往有些不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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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你觉得我出事了吗 你已经敲碎了两支针迹 这本来就不是医生干的活 给你这个粮得多穿 谢谢 给我枪子的止痛药 请给我住手 什么 我没有时间了 请求你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接受这么大的伎俩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你有秘密 他们需要你 他们会对付我宁儿 还有你 为了我宁儿 请给我住手 我给你做一个比试 没有必要 大方 西米王 陈辉 现在 现在是我 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让小英子 没有母亲 我就是为了我女儿 我不能 快 快给我住手 为了我的理想 为了我女儿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放心 是我灵灵人 我会负责到底的 我对你昨天晚上的行为 还没有追究 你又要杀了我的上尉 拿来吧 什么呀 陈辉林的秘密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杀我的凶手 墙子藏在哪里 陈辉林的秘密呢 他晕过去了 心理医生就是脆弱 还不送去治疗 怎么样 东阳军 好一些了吗 好多了 战军 你的仇 墓京大佐已经替你报了 他把西敏郎给杀了 西敏郎是帝国著名的心理医生 还有很多贵族的病友 能让他吃点苦头 也就可以了 谢谢将军 国大日本皇军 需要你这样的军人 我会好好干的 将军 好 我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明白 完全明白 好的 好 来了 佛陀 老范 小脸颤 可把你们给盘来了 葵你 葵你 为了你 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为你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安全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什么都不在乎 还是我来吧 喂 喂 陈医生 他正在手术呢 什么 小英子 小英子 快 陈医生 喂 什么 你说什么 走 住手 江东阳 你要干什么 特殊看护 我这儿的照顾是最好的 让开 你不能这么做 他真的能手术呢 我只是奉命行事 你到底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 特护病房 什么 他母亲的房间 不行 绝对不行 我说你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过了 我只是奉命行事 走开 郑总员 我问你 你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吗 你该知道 我是一个独子 那你总是个中国人吧 他的母亲已经 你就能看见这个六岁的孩子 去忍受这些折磨吗 你跟我说这些根本就没用 你这个汉奸 骂我 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他了我吗 陈医生 江东阳 你害死曾侯还不够吗 你还要害死多少中国人 你知道中国人 为什么要求别人的欺负和奴役吗 你想给自己找打算的神医生 有中国人的欺负和奴役 这是个命令 我必须执行 谁的命令 不停大河 我去找他 你给我几分钟 就几分钟 行吗 好 就几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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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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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把等候介绍给你的 我知道 你一直不爱他 这个时候 不要再说就行了 我觉得 对不起你们 有时间 起初任 替我去给等候扫墓 传达我的歉意 起初任 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个 你还记得 那天晚上 在试验室大楼外 你把我 这个母亲 是怎么当的吗 齐晓云 你不配做一个母亲 我真的替小英子感到难过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我记得 我当时说 把小英子 拜托给你了 对吗 你自己的女儿 你一定要自己负责 我是在 在爱因斯坦的速箱前面 把我女儿 拜托给你的 你记得吗 是在 爱因斯坦的前面 把我女儿 拜托给你的 拜托给你的 最后种死期 沉默有时候会沉破 耳末不敢被风淹没 还要最后一波 燃烧自我 因为我心还是那么狂热 没有错吗 让一个牺牲另一个存活 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 当我征扬长年 那么好不顾一切 你一个感觉 那时我用灿烂与你吻别 看我瘦瘦闪烁 你才能记得我 看我淡了颜色 你就已不胜 生命谁能把我 坚强或是脆弱 只有一支唱歌 Zither Harp 爱有错吗 让一个牺牲另一个存活 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 当我照片 当我照亮长夜 那么不顾一切 你一个感觉 那时我用灿烂与你吻别 所以我要闪瘦 所以我要闪瘦 很黎明不分割 所以我不退缩 因为还是什么过 有我用灿烂与你吻别 用我澎湃的血 证明生命不枯竭 我将永恒无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